这个指的是什么 你是拿我们自己一种草的 就是染的色肉 对 全天染的没有其他那些素素 还比拔还要滑的 名字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了 这是染黄色的名字 染黄色的 黏不黏 黏到 这个要搅拌吧 肉包糯米糍粑 还有他们这边的米饭 好黏糊的糍粑呀 说明他打的买气的应该 哇 软糯香甜 好难下咽 要慢慢吃 容易噎住 里面的芝麻馅 好吃 但是不过瘾 太少了 尝尝这个香米饭 还挺好吃的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种 就是 菇米饭 我们使用物业草染的色 这边是用他们当地的一种草染的色 都一样的 满其香的 纯天然的 我们也会加白糖的 在这个阿泽柯村找了一会儿 加一个阿姨 帮我的驼包给你红好的 哈尼一组手艺 哈尼一组手艺啊 应该很可靠 解了我一头心疼大事啊 太棒了 给他五块钱 今天三月十八号 早上五点五十 温度十一度 起床去看多医术 迎看日出 这是我的营地 阿者科自然村 还有一个小时日出 得抓紧时间出发了 一大早 推了个大长坡上来 没关系 内心是充满期待的 只想赶紧去多艺术看日出 还有4公里左右 还有40分钟日出 完全来得及 乌七抹黑的国道 不过这个路况是非常好的 能看得清一点点路 开个闪光灯 清爽的山峰 吹得好舒服 你看远处山峰 还有一个四级坡 想看日出不容易啊 加油 太阳已经露出了光运了 路上有人去 多艺术 老虎嘴是看日落的 观景台去往停车场 有人满为患了 今天不仅有日出的霞光 月亮也在 日月同会啊 这边还得买门票 观景台就在那边 然后一个门票遇到那边 不用不用谢谢 全价票70元 哇 这个景区就这么大 就离我那边 那边离我这也就20米左右 里面还有个酒店 开价70块钱 好了 就在这边看吧 待会飞个无人机 在哪都一样 云阳这边算是一个典型的 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地方 县城海拔三百米 温度有十度左右 现在山上两千米 温度大概只有三四度了 多艺术景点 号称是渔阳梯田的最佳官日出地点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跌倒了 就不该举行往前走 为什么 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助 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 这就是东一处的日出了 像一个红红的灯笼 日出照着我脸房的红通通的了 拜拜 这也是什么景区啊 这个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哈尼族 还是歌舞的民族嘛 这个跳的是棕膳舞 因为这边盛产棕榈树 所以有因地之一 做棕榈做的膳舞 还有鼓舞 也是哈尼族 乙族这些民族都会跳的舞 这边还介绍了一个 哈尼四季生产调 鼓歌 是这边哈尼族插秧时节会唱的那种 多声部名歌 哈尼谷歌 梯田文明的史诗 这是第一批国家飞移啊 连这边的亭子都是那种蘑菇的造型 现在这些楼房都变成了 现代的砖瓦结构的楼房了 以前都是那种土坯做的墙 然后茅草做的屋顶 冬暖夏凉 现在才三月份 所以水田还没有插秧 要是插秧季节的话 你们来可以看到 边插秧边唱歌那种盛景 民间多声部合唱嘛 任何会唱的人都能参加进来 有两个人领唱 很多人在这边一起合唱 在这边其实已经能看到 哈尼族四处同构的那种场景了 这上面是森林 然后山胸是寨子 寨子下面是梯田 最下面是河谷 至于这个梯田水池怎么灌溉的 这边也能看出来 你看那个水管 是从山上的山泉水 把它引到这梯田 然后一击一击的下去 到梯田最下面 落差有好几百米 到最下面的河谷之后 因为那边河谷温度比较高 水蒸气蒸发生腾 它又回到上面的森林 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循环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你们看这些梯田 感觉生产劳作的时候 本没有特意去制造什么美感 但是正因为这种无异于美感的 这种生产劳作 创造的具有美感的景观 到这边盛村村上吃一个米粉 10块钱 买两个小米椒 哇 有点辣 我感觉是当地山上的黑猪 感觉是当地山上的黑猪 有点辣椒 咸菜 比较酸菜 有点酸的酸菜 他们自己腌制了 早上开日猪一直在吹冷 现在吃可热了 感觉这个盛村跟个乡镇差不多了 好热闹啊 你们发现这边呢 民族服饰 哈尼族服饰 大多数都是 黑色的 因为以前哈尼族祖先呢 从西北高原牵过来的时候 穿了一身白色 后来被那种叫蓝天的植物 染成黑色 躲过了一劫 因而他们崇尚黑色 这盛村中心小学的明年可以 村居虽僻远 果能与六斤之中正齐移民齐道 极是盛贤 还挺有湘咸犯 太热闹了吧 这个盛村 不愧这边也外母梯田啊 原来有这么多的人 云海 在山腰间 梯田 在山胸 山顶 这个指路看来还蛮有意思的 左走新街镇 右走盛村 看这边呢 韵土都是用蓝框装 然后那个 用头 受力 背框 巴达 梯田 这边是关入了好地方 可是现在才九点半 这个点有点尴尬呀 哈尼梯田木克分水 根据一股山泉所能灌干的面积 友好鞋上每块钱一家的水量 然后在水量客厅位置 别把人去 梯田的命根子是水 水的命根子是森林 森林 也叫绿色水库啊 这个平台也是宽日落的好地方 我们正前方就是西方 对面有一个全府寨观景台 但不如这边 我们可以去对面露营 然后晚上在这边等个日落 这边是玛丽寨茶厂观景点 可以观日落 好多卖东西的 我买了两斤香蕉 四块钱一斤 这就是今晚的露营地了 玛丽寨观景台 尝一尝对面的香蕉 没尝过 太不错了 睡个午觉 嗯 今天这个露营地有很多来观日落的了 已经有玉璃清光撒在梯田上了 夕阳落下的时候 应该是所有的梯田上都会撒满金光 营地搭好了 简单吃个晚餐 我的真土 真土豆的饭 加两勺香菇酱 嗯 好嘞 还有最后一回 这个一瓶香菇酱给我吃四回就没了 夕阳被云城挡住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 希望能出来吧 咱们只看到了日出 还没有好好欣赏到梯田的夕阳呢 希望有吧 不过没关系 大家知道多停留了半天 就是为了等这个日落 已经进了自己的心意了 他不给日落的话 我也不能强求 对吧 这人是听天命嘛 然后我在这停留了半天发现 基本上所有的自驾游的 都是以退休人员居多 就是带着 带着家人 带着老伴出来旅游的自驾游 老人 哇 就靠头上 拎着那个 这么多东西 真不容易啊 可惜了 今天是个阴天 明天咱们继续上路去红河 应该能过来看个日出吧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啊 突然就下起来雷雨 下过雨的木栈道 一切都变得很清爽 然后天边还有一抹晚霞 好清新的空气啊 我没听见 最后还能给人家睡她 正历了